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么现在天气炎热,大家注意防暑啊 好,我们今天继续开始我们的命令 Linux命令的相关课程 在上一课我们跟大家讲解到了 Linux的命令机制 包括share,什么是share 以及我们以bash这一个share为一个基础 给大家演示了编译以及各个命令 包括查看它的原代码这些方式 让大家理解了它的一个基础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子我们理解了 我们每次敲了命令 下面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就更利于我们理解 现在去记忆这些命令 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来演练我们的这些命令 在share里面大概有30多个是比较常用的命令 但总体来说命令加在一起差不多100个左右 那在这里我也就给大家演示一些常用的命令的一些操练 实际上这些命令也不用完全都死尽一倍 所以待会我们会来提到这些内容 大家还是先打开我们的vmwire 打开我们的vmwire 那么还记得吧 我们把它切换到我们的命令行的这样一个模式下面 按着control和alt 以及f1到f6 f1和f6之间 都是切换各个tty1 也就是字符终端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f2就是tty2 f3就是tty3 f6就是tty6 f7呢就是回到我们图形界面 好 好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tty1 先登录一下 上次我们其实已经给大家演练了 就一个ls这个简单的命令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练 对吧 大家都还记得 那么它下面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都清楚了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研究一下这些命令 这些格式 那么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c2命令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命令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在c2里面它的一个命令格式是command 就是命令 比方ls就是命令 加上它的这个选项 就是options options 再加parameters 就是再加上各个参数 那么往往呢 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options就是带l的那些 我们实际上常也叫它参数啊 带l的那些参数和选项 那么后面的那些参数 其实往往是我们后面要跟到的一些文件啊 刚跟到了一些文件 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个参数我们写过 我们写过什么 写过c语言 的那个main函数的 我们都知道 这些参数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执行命令的时候 在main函数里面传进来的这些参数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OK 它是基于命令加选项再加参数的方式 来 来完成它的这样一个格式啊 那么同时在linux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小写是区分的啊 在linux里面是要区分大小写的 windows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命令 比方说ls-la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命令 对吧 那如果如果你写成这个ls-la 那他就不行了 他就不认了 他说当前没有这样一个命令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它是大小写区分的 同时如果我们输入错误 大家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键盘 通过我们的这个键盘来进行一个修改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左右挪动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一些修改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操作的 因为在bash 他的这个命令输入行 实际上是有一大堆的这个操作命令 编辑命令 能够来编辑他 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记他 而且都是复杂的组合件 我们只知道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我们的方向键来移动 移动到那个地方 然后删除或者添加来编辑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这种方式 虽然笨了一点 但是我们也用的非乐乎 无非就大家命令输长了过后 比方我要快速切换到头部 你就按照我们的 我在Mac上是Fn加左键 但是在PC上 我都有点忘了 好久没有用PC的那个键键盘格局了 应该是 应该是Home 是不是Home 不是Home Home就回到开头 And就回到最后这个光标 大家把这两个记住就行了 另外的话 在Bash里面 不同的命令输入 它是有一个历史记录的 所以你要找到上一条的这样一个命令输入 你就按箭头上减 你看不断的循环 它可以记录500次历史记录 可以记录500次历史记录 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你看可以不断的去找 所以这样也方便我们的输入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在输命令的时候 和我们在输一个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都可以什么呀 用Tab对吧 然后我打一个L 我按一个Tab 它会 它会自动的去 会自动的去补权 对不对 但是当它定位不仅仅是一个的时候 定位不仅仅是一个的时候 那么它是不是会 把所有的都列出来 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打个Path 再用个Tab补权 看 就PathWD就出来了 对吧 那么如果不止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只打个PA 那么它在补权的时候 就这么多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下 这是它的历史和补权 那么同时 它还有一些 Shell的特殊的字符 这个我们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其实就包括了一些通配符 管道和输入输出重定项 通配符这个很容易理解 我们在DOT下面也都去用过 对不对 比方说 我要查出我当前目录 扩展名为C的所有文件 那么我们是不是LS 用什么心.C 对不对 心就代表什么任意字符的 这样一个通配符 好 它就查出来了 那么如果是LS问号.C呢 每个问号代表一个未知字符 这个大家能够容易理解 那所以说 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一个名字加个点再加个C 一个字符加一个点加一个C 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看一下有没有 当然是没有的 对吧 当然没有 那如果我们要用问号 是不是就应该 用五个问号 就会有了 对吧 还有呢 可以用到什么呢 可以用到类似于我们 正则表达的这样一些区间表示 比方说A到Z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还蛮多的 A到Z的也就是英文字母 还有比方说 带一个心再加一个点 再加一个心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这不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A 这样的一些方式 就表示某一些字符 涵盖了里面的某一些字符 这些是比较常用的 那在这个其实跟Windows的DOS是差不多的 我就不做过多的这样一个讲解了 那么下面我们说一下管道这个概念 就管道以后 我们在讲进瞬间通讯的时候 也会提到 什么是管道呢 Pyple 我们在这里先不去深究 先不去深究 我们只是认为它是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通过一些内窟来实现的 那么并且是由内核所支持的 那么怎么支持 我们现在先不管 我们现在只只需要了解到什么呢 管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把前面前面进程的输出 作为后面进程的输入 或者叫把前在我命令这里 就把前面文件的输出 作为后面进程的输入 这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有一点像什么 首尾相连的这样一个意思 你看 比方这是一个进程 这是它的入口 这是它出口 那么这 它的出口呢 又变成它的入口 然后 它再出去 再输出到 比方在这里 我们是输出到屏幕上面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像一个管子一样 把不同的进程给连接起来了 所以就后面我们讲进程通讯会讲到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呢 把一个文件的输入输出给连起来 那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在做命令的时候 是不是输出上都是有输入输出的 对不对 输入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通过键盘来进行输入的 那输出的话 会直接输出到屏幕上面 甚至于输出到一些文件上面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来打什么样的一个命令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这样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 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学过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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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X 我把所有的这个 显示一下当前运行的这个进程状况 然后用一个管道符号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管道符号 通道这样一个符号 后面再接一个Grip Grip是什么呢 查找文件内的一些字符 我们随便查找一个吧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 也就是PS AUX的输出 它输出到哪里呢 原本是输出到我们屏幕上的 对不对 现在不了 现在作为参数输出到这个地方 作为这个命令的输入参数传进去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PS输出的效果是怎么样 输出在屏幕上 好 就是显示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进程 就是显示我们当前的正在运行的这些进程情况 放大 好像笑我一般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第二个命令 其实每个命令也都是 也都是会 是不是会启动一个进程 对不对 然后作为第二个命令的输入 作为第二个命令的输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查询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test 大家看 是不是就查出来了 grap就给他查出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输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这个就是管道的作用 把两个进程首尾相连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第三叫输入输出的重定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其实我们应该以前也学过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 LS LS我们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把这些内容直接显示 输出在我们的屏幕上 我们也就称之为显示 对不对 实际上它也有个输出 那这个输出呢 是输出到我们的屏幕上面的 现在我们给它输出到什么呢 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怎么弄 用一个向右的肩括号 随便写个名字吧 就叫秀.txt 那你不用扩展面也行 这个意思呢 就是输出的重定项 我们把LS 本应该输出到屏幕上的内容 给它输出到秀.txt里面 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 新建了一个秀.txt 那我们来写 看一下这个秀.txt的内容 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cat cat就是显示一个文本 文件的一个内容的 这样一个命令 大家看 是不是就给它输进去了 对吧 这个就给它输进去了 那么同样 在这里还有一个命令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双的这样的一个 双箭头符号 那么它又代表什么呢 代表追加 我们如果在这里再来一次 它就会追加 直接在结尾追加 刚才这个如果单件的符号 表示覆盖 表示覆盖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内容 大家看 是不是内容就多了 因为追加了一次 追加了一次 那么同理 我们的输入 是不是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 输入也是一个类似的道理 比方说 我要从哪个文件里面 给它显示出来 这样的一些命令 对不对 比方说我看 从哪个文件呢 从我们的秀点 txt 这个文件里头 给它显示出来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秀点txt 里面文件的内容 读出来 再用看的 打在屏幕上面 那这我不用看的吧 你说用看的 不成立 我用echo echo 我们学过DOS里都知道 是不是 就是在屏幕上面打字符 我们这里就用txt就可以了 就用txt 还有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我在用txt输出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子 把 把我这下面另外一个文件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还有别的文件 hello.c 我可以这样子 原本是什么呢 原本是显示一下 我们的秀点txt 但是我把hello.c的内容 给它输入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秀点txt里面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理解 OK 原来我是输入重定项 把hello.c 输入到hello.txt里面 给它覆盖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显示出来 好 这个就是输出和输入的这样一个理解 好 这些基本的 这基本的几类的特殊符号 我们做一个理解 通配符 管道和输入输出重定项 这个后面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当然我们用输入输出重定项 也可以来建立新的文件 也可以对某些文件 添加一些快速的添加一些内容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联机帮助 联机帮助 其实也是一个命令 对不对 叫man这个命令 那么man后面跟着所有的 跟着任何一个命令 跟着任何一个命令 就表示对它解释 但这里的话 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说了 要不看官方 要不看帮助 这些是最可靠的信息 对不对 那么在linux里面 对于命令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有三类帮助 一类是什么呢 直接在后面 两横杠加help 这个我说一下 在windows上面 上面的参数的设置 都是用一个横杠 但是在linux里面 一般都是用两个横杠 但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横杠 一个横杠 一般是两个横杠的 一个缩写形态 比方说 在这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是help 就一般情况 通过这种方式 来表示看帮助 但有的时候 他会为了简化 会给我们简化成 这样的一个缩写形态 给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 还包括我们当时的 什么versing啊 这些东西 对吧 什么java versing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ls这个命令的帮助 这就是他的一个 帮助的一个介绍 帮助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些内容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 就比较算是官方手册吧 就用man这个命令 来加上这个ls 那么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vi的文本编辑器的方式来显示了 那么 在这里会有一些内容啊 我先说一下在这里头怎么样来翻页 因为我们要翻页 大家可以用pagerpagdown来进行翻页 也可以用空格往下翻页 但我比较习惯用什么呢 vi的形式就是controlf是下一页 controlb是上一页 我习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翻页 还有这些 这些你说controlf controlb我记不住怎么办 其实很容易记住 f就是forward b就是back 所以大家一定就包括我们在学习命令的时候都要学这些单词 你比方说ls就是list 对不对 这样子才更容易去理解这些命令 把它记住 好 这就是我们的翻页 你看 好 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叫name 这个就表示这个命令的名称啊 命令的名称 第二个叫synopsis synopsis其实就是一个概要的意思啊 是一个概要的意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命令的大概的一个使用用法 就ls加option再加文件 就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option这个三个点就表示可以有多个option和多个文件 那么下面是对他的一个描述 那么后面就是这些一看就知道是一些参数描述 对吧 杠a杠小a和两杠加all是一样的道理 就跟我刚刚说的help和actual一个道理 它是它的简化形式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忽略 不忽略我们的启动入口啊 不忽略我们的哪一块呢 前启动的时候 一点开头的文件和文件夹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显示所有了 那么在linux里面 一点开头的文件 就是我们的windows 类似于windows下面的隐藏文件 它就是隐藏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退出 ls-a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是不是多了不少的文件 这些凡是点什么什么 这些就是隐藏文件啊 就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好 我们再来看帮助 那么下面都是参数 这些无庸置疑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一个个去看了 而且大家不用全部都记住 因为每个命令里面的参数太多了 我也记不住 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死尽被 最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常用的就那几个参数 和那几个命令 会查询 就行了 好 description下面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 到这儿 是不是就是一些作者 就是一些作者 那么 除了这个作者呢 他会 他会告诉我们 OK 这个是由谁来写的 这个是由谁来写的 那么同时呢 还会给我们一些bug的报告 就是如果你发现了些bug 你就给他报告到这个地方 还有版权信息 还有以这个命令相关的 其他这些命令 say also 对不对 很有意思啊 好 这个就到结尾了 这就是他的这几项 我们给他列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家一定要自己学会来看这些 啦 对不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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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